10月1号上午 身披海洋迷彩的海军两栖战车方队 带着海军陆战队官兵的重托 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这支由18辆新型战车组成的方阵 在国庆阅兵史上创下了人民海军 首次以履带装备参阅 和新型两栖装备首次亮相国庆阅兵的两个首次 我身后是一辆两栖不展车 它有种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前面有一个挡板 那么这个挡板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让我们来问一下这里的车长 你好 咱那个挡板是用来做什么的 主要是用于海上训练 风浪交大使 展开前滑板 减少水的阻力 提高在海上的机动性能和快速 这位士官叫陈百兆 是两栖战车方队的聊车驾驶员 当兵十多年来 先后驾驶过三代战车 陈百兆驾驶的第一代六三式水陆坦克 是八十年代中期装备海军陆战队的 属于机械化装备 科技含量不高 90年代末 陈百兆迎来了第二代水陆坦克和两栖装甲车 第二代装备是第一代装备的改进型 占技术性能和科技含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属于半机械化和半信息化的产物 近两年来 陈百兆又迎来了新型两栖战车 新装备信息化程度高 驾驶和火控系统全部实现智能化按钮化 无论是速度还是火力 在世界同类装备中都属于领先地位 通过业力传动 我们就能够实现路上的转向 在水上呢 我们通过方向盘中央位置的水门控制开关 就能实现水上的转向 我们驾驶员都形象的比作 在路上就像开汽车 在水上就像玩游戏一样 新型两栖战车不仅火力上增强了 在它的输送人员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能做几个人呢 现在我们这咱们做9个人 比以前老师赞成的多达了三分之一人员 我们这室内还装备了有风扇 灯光和供氧装置 那这些都是我们做什么的 风扇是在长时间吸引帐助 转氧式温度比较高 给成员降低温度的 灯光是也是在超世界吸引帐助中 转氧式的光线比较暗 打开这些光灯光以后 便以我们转氧进一步做好转氧的准备 供氧装置是在长时间吸引当中 转氧式流窃氧的情况之下 给转氧提供吸氧的 这是老师装备上面所没有的 这些充分体验以轮为本的理念 作为新型两栖战车 在参阅的30个装备方队中 海军陆战队战车方队是唯一一个 即车行心 车身高 车体长于一体的特殊方队 而且是首次受阅 训练犹如一张白纸 指挥部要求列与列之间距离为10米 而陆战队战车驾驶员的下世界为13米 视线根本看不到地面期限 这让方队对阵非常困难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 方队领导从卫生所调箱上的红十字图案 想出了对策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 在前车的尾部划十字线 驾驶员通过本车车头的骑行检查杆 对阵前车的尾部的十字线 这样保证车辆纵向对阵 这也是我们陆战队战车方队 训练当中的一个创新 也是区别于其他方队的一个最主要的训练方法 等距和等速一直是影响方队训练的最实质性难题 为了攻下这座山头 方队成立了公关小组 专题进行摸索研究 他们充分借鉴各种手段 对每台战车的等距等速和标棋棋线进行严抓细训 硬示使等速等距和棋线及标棋四大难点训练科目 达到了方队提出的训练标准 使整个方队横看一条线 纵看一台车 我们主要是采取科学的技术手段 在我们战车的各个部位 安装了旗线径 旗线杆 GPS等速仪 红外极光测距仪 那么通过这些辅助器材 保证我们驾驶员一个时简便的操作 对于我们保持车队的等速等距保持方队的稳定 能够顺利的安全的通过天安门